Hello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第一集 ANNO 2070 大航海世紀2070 玩完這個WARGAME Red Dragon這個Campaign 我們玩一些平和式的策略性遊戲 也有點打鬥 但相對地也有很多創造和城市建設 這個大航海世紀 2070已經第五代 整個系列主要是1982年開始 就是講一些古代以前的行選 大家都知道 在以前的世界裡面 所有的文明、文化、商業都在海上做貿易 無論是中國、歐洲等等 那誰的軍事、海上的軍事強 拿到那個優勢 也代表他們的文明更加強盛 接下來ANNO會出205 所以我翻兜一點 這個是舊遊戲 所以就找回來玩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2011年出的 有些故事背景 可以講一點給大家聽 簡單來說 就是到了2070年 其實ANNO就是意大利文 或者拉丁文裡面解 紀元或者一年份 這樣的意思 講到去到2070年的時候 全球暖化令到那些冰溶 南北極 令到海的平面 那些水平線上升 令到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少 一共有三個陣型 你可以選擇究竟是幫哪一個 我們先看一個briefing 歡迎來到方舟 我的名字叫Yves 我是一個人工智能 我是設計幫助你 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地球 現在是2070年 水平線 海平線不停上升 影響到生態環境 很多海岸線都已經染沒了 那些農作物也失收 很多人都移民 那些國家的東西 已經沒有權力 還有重要的 那些氣候也變化 令到那些能源和物資 資源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都要重新思考 現在有很多新的土地 新的科技提供新的機會 有一個科學的團體叫SAAT 發明很多新的科技 他們創造了這個方舟技術 包括我這個叫Yves 也是他們創造的 什麼叫ARC 什麼叫方舟 就是一個適浮的資料站 可以去一些新的地方 我是很少數被選擇成為主持人 也有利益的衝突 有一個工業的公司叫Global Trust 環球信託 另外一個叫Eden Initiative Eden的組織 主要是一個環保組織 他們的勢力都慢慢增大 兩個組織都爭取在地球上 做主導權 亦都想嘗試去聘請我這些有智慧的人 無論你怎樣選擇 有一件事肯定 就是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我的名字叫Yves 好了 看完背景 我們可以開始玩一下Mission 其實這個遊戲 每次你都登入 你可以投票 包括 因為當時已經沒有國家 剩下這三個的時候 你只能投票這三個組織的領導人 這個稍後再解釋 我們玩了一些單機的Mission Campaign The Virus 病毒 Chapter 1 Shadows of the Post 過去的陰影 Mission 1 好 看看玩什麼 這個叫2年的計劃 2 years plan 這個叫4 Stainbird 這個是Gobaltrust的Mission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漂亮 好了 我們現在方舟來到 剛才就說 我在這裡 好了 聽聽說 4 女神 這個應該像是我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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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面很漂亮 他用這些發電器用煤和油去生產能源 這個兩年的計劃真的很具挑戰性 這個Global Trust 環球信託 就是 比較有急攻近利 他說需要增加這麼多的能源 生產力 但是他們就沒有這個渦輪 所以他要修理好它 Mission 1 The 2 year plan 好 看看說什麼 先開始這個訓練 我現在優先的條件 就是要 將這個 渦輪 整理好 我這個老闆都頗強 這個就是我的船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首先 我們就要 找一些地方 找到一個新的島 基本上這個遊戲就是介乎兩個組織 就是Global Trust 環球信託和Eden Initiative 伊甸園 這個是 紀錄教聖經裡面的 所謂的 一開始的 樂園 所謂的 好 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我不是要拿些東西 啊 我應該要來這裡 按加按鈕就可以加速的時間 不用等太久 終於來到 好 好 老闆 好 我們拿了這些資源 建設模式 就是建設 工具 工具 還有十條魚 為什麼要拿這些魚 太餓了 正常 如果大家 全球暖化 之後 大家要找東西吃 我想最多的都是魚 好 好 要建一個 這個是什麼 Warehouse 一個 perfect perfect 我不是建了嗎 挺漂亮 現在可以建一些東西 City Center才建一個 這個市中心 這個比較 好像是 我們現在建一些屋 讓人在這裡住 有一點點SimCity的感覺 咦 我不是建多了一架 不要緊 建多幾架 建六間夠了嗎 好 那我們先建一些路 駁去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SimCity 這個遊戲 又有集合了SimCity 以及軍事策略性的活動 建多一些屋 你就可以 收多些稅 最終的目的都是這樣 但現在你看到仍然負44 因為 你要維持一些建築 維持軍事 減20和減30 但是那些稅 就只是加9 所以我們要建多幾間屋 好 現在我們要建多幾間屋 建多幾間屋 建多幾間屋 好 現在開始靜 還不夠 就夠了 不要太貪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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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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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些建造物資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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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好 好 先蓋住 先擋住 先掃 主要用來生產這些建物料 現在又沒有東西吃 所以要去建廚場 食物供應器沒事,日食魚也蠻乾淨的 這個Water應該是工程師,現在要做這件東西 使水力可以發電,如果我沒有錯 現在就要做一個新的渦輪 現在要做什麼呢? 選擇電池營造 我們先選擇 需要修理 但Mr.Stubert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呢? 再按多次 按了 OK,要去這裏 OK,不夠電,令到生產器生產 要想方法 結論 沒有什麼能量 需要找些東西增強能量 這樣就要建這些 Rotation Ecepheter OK,這些應該是煤 挖煤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建英俊少少呢?請問 大家可以為這裏 可以嗎? 可以? 可以把煤變成電 可以嗎? 可以嗎? 先測試這條路 能源的水平已經穩定了 這個才是工程師 叫Petersen 又說沒東西看 兩個都是工程師 我的船在哪裡 又是不夠錢,我們要增加工人 增加多些市民收稅 已經不夠材料興建 等它興建一陣 先把路建出來 你看到它有一個半徑 就不能夠離那個市中心太遠 現在變回正數 寫信 Petersen寫信給我 就說它需要優化 Wallon 但是 應該 Spielbert 想逼它快點完成 要去那個地方 要按一下這裡 好,我收到你的訊息 好,我收到你的訊息 他說不試就已經優化這個東西 那就很危險 但是 老闆就不聽他的責任 他希望我聽我的責任 這裡不是有些事情 Quest Objective 什麼東西 我都不記得了 什麼 專為我而設 好,有一滴油在我的船上 應該有一堆油 我不是要運送過來嗎 應該要運送過來 Be Prepared 是什麼 這是什麼 What the hell 船要走 好 好 給他了 他說收到Petersen 他又說他太擔心 又說危險 又說吃太煩了 實在 好,運送了油 咦,這些就是Tutorial 好,現在要保護這艘船 出去公海 這個Mission 看來這個老闆 串串貢 那種attitude就是 我給你們錢就做事 我叫你做些事做好了嗎 這個Goro Trust 看來就比較 類似現代的企業家 工業家 比較注重效率 不是注重環境 所以他們的好處就是 成效很快達到 但不好處就是 長遠來說 對環境或其他東西的損害很大 後面這艘船 攻擊他 有一點點的 裝備 我小時候 不知道各位觀眾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那些未來世界的書 或者那些電影 就是對Futualistic的東西 是很有興趣的 我小時候可能在說 嘩 做什麼事 撿回一些東西 開槍 打完 這是什麼 Must deliver to the quest standard to complete the task 被他走掉了 有些瓊魚在這裡 其實也不錯 有些殺人瓊 其實也不錯 我很喜歡去圖書館 可能在那時候 八百年 可能我六七歲的時候 就是剛剛懂得看字 懂得看圖 圖書館有很多書 例如說未來世界 有些 他嘗試的預測未來世 那些書通常是七十年代畫的 可能七三七二年 那時候還沒出生 當然在圖書館出現 那時候很喜歡看 看到那些建築物很漂亮 其實現在有些都像 例如IFC 那些 落地玻璃 透明度高 很多電梯 都跟以前畫的一樣 但如果你說他以前 到了2000年 好像Back to the future 那些車子開始懂得飛 那都說我真的做得OK 都不是那麼厲害 我不需要 因為現在是舊天 但是你說那些車子會到處飛 好像Back to the future 那些畫板可以浮 那之後已經有機械人幫你 在家做事 你完全攤大手板 那這些我沒有出現 就是七十年代那時候 全世界對那些科技 是比較 可以了 整好了 warehouse 太樂觀了 好 他說給了一塊鋼 好一點 但是他說那個鋼 是有什麼 就來做完了 但是Stringberg 就不停給他壓力 這麼像香港的老闆 但如果沒有工人 我們沒有可能能夠 結束 好 恭喜 恭喜 不太明白 好像是用另一個任務做 那樣 好 好 我們完成了那個增壓器 不要吵 Petersen 測試池都可以做 總之裝了之後 你就把東西推到最盡 推到最盡 完全沒有測試過 你瘋了 這個水壩屏不住 有些工人 有些工人 他還在打 燒 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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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Petersen 你做了什麼 你這個蠢材 你要為這件事都負責 老闆真的很典型 功就他領 獲就你什麼 好 我們完成了第一個 mission You have won 應該有些分數 Population 不是很多 Economy Minitary 很少 Development Graph Campaign 好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類遊戲 不過還是那句 你喜不喜歡我都會繼續玩下去 如果大家未玩過可以試一下 未來應該 我忘記了11月 應該就會推出2005 應該有9個Mission至10個Mission 希望可以在推出之前玩完 推出之後 等回看一些評論 究竟這個遊戲好嗎 我才決定會不會買 暫時看一個Trailer 我也有投放到我的Facebook 看來都很漂亮 205比2070 再前進了百多年 那時候另一個世界 會在月球建立一個殖民地 好了 今天暫時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